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看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在今天 特區政府就發佈了一篇新聞稿 裏頭就提到 說日後在進行封區強制檢測的時候 如果有理由相信個別單位裏面有人 而那些住戶不應援的時候 政府就可能會採取法律行動 或者就向裁判官申請搜令破門入屋 當然這宗消息就引來公眾的嘩然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葉劉似乎 對於BNO的議題是緊咬不放 每天都僅有些評論 來唱衰BNO的5加1簽證 今天他又在Facebook發工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特區政府那篇新聞稿是說什麼 他們就說 在指名的受限區域裏面 執行強制檢測公告的時候 政府就發現到 在受限區域的大廈裏面 有多個單位的住戶 並沒有應援 但是就有理由相信單位裏面是有人的 現在政府就根據相關條例 並且獲得了衛生當局的授權許可 可能就是會採取法律行動 包括就是逐離或者驅逐個別人士 或者就是向裁判官申請搜令破門進入單位 政府也都會按照法例 繼續禁制所有人士從這些相關處所進出 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安排保安員駐守 或者在適當的時候 透過要求執達主任協助進行遺風 以及要求有關人士負責所有的有關費用 政府的新聞稿就這樣說 他們就說 如果他們相信單位裏面有人 但是住戶又沒有應援 政府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包括逐離或者驅逐個別人士 我真的看不明白 這間屋是屬於住戶 無論是業主也好 或者是租客也好 你怎麼能逐離或者驅逐他呢 你也是無非想他接受強制檢測 我當你打開了門後發現有人 你為什麼要逐離或者驅逐他呢 我真的看不明白 因為這篇新聞稿 很簡單 只有兩段 我也不知道你寫什麼 而且我看完那麼多家媒體 其實大家都是引述政府新聞稿 沒有特別對這句說話有任何的展述或者解釋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說什麼 照計 那些住戶做員強制檢測 你都要給他回家 你怎麼驅逐他呢 我不明白 但是說到 向裁判官申請搜令破門入屋 這件事又太誇張了 是不是 現在你是搞防疫抗疫 你不是抓大賊 我們要破門入屋 你說有理由相信單位裡面有人 而住戶沒有應門 你就可能會申請搜令破門入屋 我想問 你如果進去真的看到有一個人在 他故意不應門 那沒什麼好說 那你就叫他去做這個強檢 那沒什麼好說 因為他也是要應門的 根據你的法例規定 就算多不滿意也好 也沒辦法 但是如果進去之後發現單位真的沒有人 那你怎麼辦 你會不會賠回破門入屋的費用 給別人 人家都要弄回門 弄回鎖 是不是 你實行這些措施完全就是擾民 你說相信單位裡面有人 但是住戶沒有應門 可能你聽錯了 是不是 尤其是有些舊樓的隔音設備比較差 比較頑皮的 可能隔壁屋開著 電視機開著 收音機大聲一點 你都不知道哪裡傳來的 你以為單位裡面有人 殺請進去沒有人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你是不是賠回給別人 你又沒有說 你只是要求有關人士負責所有有關費用 你沒有說你破門入屋之後 發現沒有人你自己擺烏龍 你會賠回給別人 這個是問題 而且會引致很多後續的保安問題 一個人不在這房子裡有很多原因 我不知道你那幫人什麼時候走去拍門 別人沒有應門 是不是 可能有些人他回通宵間 有些基層 有這些工種 如果剛好那天是要上班的 壯正你走去做這個封區封樓強檢 他不在這有什麼出奇的 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擺烏龍 那個人在上班 你不知道你以為他特地不應門 走去破門入屋 喂 那把鎖誰賠回給別人 是不是 做得這些輪班的基層工種 本身就已經是竹琴見爪了 你還要弄壞人來把握 又是錢 多夠錢的錢 大哥 是不是 麻煩你體積一下 那些基層 你那個最低工資都已經說要凍結了 你還搞了這些東西 實在是很無謂的 不是每個工種都是五天工作 朝九晚五那麼他條 有很多是回通宵的 是延宵自己的生命 健康來賺食 你又不知道 那些做官的有些人 還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 那個單位已經是放盤的 自然就沒有人應門 又或者 有些舊樓 尤其是那些堂樓 有很多業主早年就已經移民了去外國 他又沒有把那個單位出租 那麼多年以來 那個單位一直在鋪陳 養蟑螂 養老鼠 總之你不要理他 總之這個單位就丟空了很久 有這樣的住戶 那時候你走去如果說 申請搜令破門入屋 之後你會不會幫人修復那道門 你沒得修復的 那個業主也不知道在哪裏 連絡不了他 有這些業主 因為之前有很多 那些 說什麼搜集那些業權 來重建的時候 的確是有這些情況出現 有很多是早年七八十年代已經移民去了外國的業主 他又不租單位出去的 自然沒有人應門 裏面有東西應你才會害怕 如果你說走去破門入屋的時候 喔 進去發現原來什麼人都沒有 那怎麼辦 那你怎麼聯絡業主 怎麼由得到門吊吊启 那你是不是構成了一些 安全的問題 保安的問題 麻煩你仔細想一下 你不是一下子就推出這些措施出來 有很多後續的問題 你要想起來 你一說要搞這件事 就有幾十件事來配合 那你搞完之後 有沒有首尾要跟 當然這個首尾都不是你林鄭或者做官的那些人跟 你當然是不會顧及到 但是你體恤一下市民才可以的 不是說你說這件事就要做 你要想清楚有什麼後果 真是不知所謂的 然後就看看葉劉淑儀 今天在Facebook上 所發表的文章 那個標題就叫做英國朋友的金石良言 內容就當然是唱衰英國的五加一簽證 葉劉已經唱衰了很久 日日都有些新東西出 今天他就聲稱 說收到一位英國朋友的電郵 他就豁著這位英國朋友是正宗的英國本土公民 不是居英華僑 那麼這一位的英國朋友呢 就分享了他對於英國的 BNO五加一計劃的觀點 那他那位英國朋友就認為 英國政府是不應該搞這些東西的 因為 此舉就純粹是政治干預 以及是為香港製造麻煩 對於那些想利用這個途徑移居英國的香港人 也都不是一個好的安排 那實情我不知道 他所說的 說為香港製造麻煩 是製造了什麼麻煩呢 其實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以來 不斷都有一些 香港的建制派的政客 或者是一些藍絲 他們都口口聲聲說 你這麼多不滿意的話 你就走 好了 現在香港人真的響應你的呼籲了 又被你打 前全國人大常委 泛徐勵泰 在17年的時候 都曾經說過 說一地兩檢是信任問題 他認為如果有人不相信 是覺得大陸會破壞一國兩制 最好方法就是 離開香港 其實有很多建制人士都曾經說過類似的說話 我就不明白了 為什麼葉劉這種人 既然你說得這麼不自在 覺得別人走 沒什麼大不了 是不是 最好 你求人得人 你得常所願 你應該燒炮獎慶祝才是 又不是的 別人走的時候 你又走去趕下別人 你趕下別人 你不是想別人走嗎 你說得這麼不自在 這個葉劉 引述那位英國朋友 還說了什麼 他那位英國朋友就說 現在英國狀況 是超級經濟衰退 而且失業率急升 英國政府很難照顧 透過五加一途徑移居英國的三十多萬香港人 這班香港人去到英國之後 可以做什麼工作 說白一點 其實沒有什麼工作適合他們 如果他們在英國居住數年 又沒有一份薪酬 較高的工作和特殊技能 他們隨時就會被踢走 先說英國的經濟狀況 沒錯現在是頑皮了一點 但是 當那個武肺疫苗開始接種的時候 現在似乎的進度都幾好 接近已經去到百分之十五了 你去到這個簽證批出來的時候 相信已經是五六月的時間 到夏天 再加上接種疫苗的情況 就已經 可以去到過半數了 按照現在這個數字去推算 到其實那個經濟一定是會重啟的 我又不相信英國經濟 會衰退成怎樣 因為現在你看見有些跡象 我們經常都說要有些客觀的數據 客觀的跡象 我現在看到的數據又真的不是那麼頑皮 是不是 因為你的武肺疫苗 你接種了五上下的時候 那個社會就是會重新開放的 不會一輩子都封城 是不是 你葉劉入美就說 超級衰退 然後又說別人去到沒有工作 關你鬼事嗎 別人會自己想的 更何況就是馬死落地走 是不是 香港人一向都是很靈活的 用不著你管 然後他又帶別人 如果住了幾年之後 沒有一份薪酬 較高的工作 或者特殊技能 隨時就會被踢走 根本上五加一簽證的條款 又沒有說你的薪酬 要有多高 或者你要有什麼特殊技能 沒有這些條款 那時候 這個五加一簽證 並不是 下投資移民 或者是技術移民 或者是工作簽證 不是那些 沒有這方面的要求 總之你在這五年裏面 你住夠了年期 不要沒有美飛駝 又沒有凡事 別人是不會為難你的 還說什麼 薪酬較高的工作 和特殊技能 提都沒有提過 這些是他自己說的 葉劉又說到 隨時在當地居住幾年 花了職速之後 就會被英國政府踢走 這些也是客人的說話 當初沒有五加一這條路徑的時候 有些建制派人士 經常都說不滿意就走 得到人家真的開了個大門 真的要走的時候 你又叫人家不要走 那你想怎樣 這件事很矛盾 還有 葉劉又說英國怎樣怎樣 但是 根據報紙報道 其實都是引述他的Facebook 就說他的女兒 滯留在英國 沒有辦法回香港 和他慶祝聖誕 葉劉又說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能看到 女兒 只能祝他安全溫暖 但是自己 不愁寂寞 找了 熊凱恩去過聖誕 你女兒 都在英國那裏做事 根據葉劉自己所說 就說他的女兒 在英國的一間 時裝公司那裏工作 大把工作機會 是不是 豈不是今天那篇文章 自打嘴巴 實際人家去到英國 做什麼職業 關你什麼事 他搞不定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想辦法 就不像你葉劉那樣 日日寫這些文章 或者是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猛地在暢淡 說到很慘 很慘 你自己的女兒也去了 是不是 唉 真是 麻煩了 不知道你在這裏 都在這裏 七張東西 好心 唉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